我昨天把这玩意看成使徒了 对 没错 就是这棵树 这回我想了个小木屋 往远处一看 还没看到东西啊 我就给麦里说 应该是x屠夫 然后这个大叔踏子抱着猫过来干了我了 不是哥们你使徒小木屋啊 ok ok 你厉害 哎 你还不带风窗 这不方法 我们要注意一下反着 墙上这个大缝看到没有 我们试尖一下他 确定不反照 直接翻窗 好 使徒也不猫跳 卡一个精准的时间 刚好翻完窗 前一秒猫消失 好走啊 好走 上坡不跳 我们身位很足 再到圈窗子 省下的板子这圈就可以拍了 这个地方开爆发应该是能博弈窗子的 但是我对我的球有自信 我直接走 咱们尽量不要提前取球 取球是有很大减速的 差不多了 你会管管跳的 对吧 哈哈 不愧是电源 usb 球技超权 令自己都感到恐惧 上升了一半的恐惧值 这边我正准备吃个移行死地亚式了 但是他竟然不抬移行 那么我们为了防止平地刀 先打一球 击退一点小距离 这还不拉移行 我知道了 原来是原始人闪现使徒 不是 最近我遇到了一堆不带使徒的移行 问一下大家就是他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反正我都是无脑带移行的 也是无脑营 好 这边又吃到猫了 我们捏球 不着急 听到翻窗的声音了 我们往这靠 我们打断使徒的猫跳 然后拉到圆细节放一花 清除 我们没有蛋蛋了 现在他真空机 我们再常常横跳两波 cd差不多了 这个位置我还是怕博弈啊 直接向外拉了 但是好像还是博弈更稳一点 这个转控地不是更没了吗 我其实经常这样的 像人格分裂一样 但是没办法 我的傻鸟人格只能让我的牛逼人格来补 还有这波使徒兴急 没有晕住就出拉了 不然我还是死 翻窗直接一屁股坐下 试图下烂 但是显然不可能啊 他猫cd好了 我们直接往后拉去捡那个蛋蛋 这波右边有障碍物 那我举球的话 他只能向左条躲球 这俩窗子都给我绕一年了 你还追啊 行行 我再绕一条回去捡我的蛋蛋去 我跟你们说啊 这个猫猫人也是有条件反射的 你前面几次打他 他可能还想打你 有极少数的 甚至你打他他会兴奋 比如我 但是每次你一打他 他就拿不到刀 慢慢的他就不会想打了 你看这波 我一个慢翻 他理都不理 于是转身向墙后面走去 开了爆发 那我们再翻回去 我为什么翻回来呢 主要是我想简单 ok 捡到了 这波我一球给他干 因为应该能活 可他是我唯一的一颗蛋啊 怎么办 你翻搜索 我决定死 好啊